今天是周日 我们马上来盘点一下本周的高峰人物 周南山发表论文获奖60万 日前由周南山院士主持完成的一篇名为 《作假斯坦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的作用》 一项随即安慰剂对照研究的论文 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 影响因子高达30.2分 周南山团队发行一种常用的廉价国产驱痰药物 《缩假斯坦》 可显著减少慢组费的急性发作达24.5% 慢组费常规治疗费也可减少85% 由此获得广一校本部以及广一一副院各30万元的奖励 谢财平 重庆女黑老大受审 团伙成员停上内讧 14日上午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广受瞩目的谢财平涉黑案 作为因涉黑被捕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地席 谢财平一审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涉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行贿罪 共五中罪 在审讯中 团伙内部成员内讧 纷纷企图将罪名推向其他成员 但在谁是头目这一问题 却一致指明是谢财平 从当年一名普通税务人员到开赌场 非法敛财 涉足黑社会 利用亲属关系同时违法犯罪活动 让眼前这个46岁的女子 一段本应平静的人生彻底改变 丁俊辉 斯诺克大奖赛西拜 罗伯森夺冠 11号凌晨 09斯诺克大奖赛在苏格兰落幕 母国选手丁俊辉在决赛中 以4比9输给澳大利亚选手罗伯森获得亚军 此前丁俊辉与对手共交手四次 双方各有两次胜利 可谓势均力敌 尽管此次未能夺冠 但丁俊辉在本次大赛中的良好表现 也使他的临时排名进入世界前十 周济红被曝全运潜规则 主宰跳水金牌 10月9号 熊尼的启蒙教练 国家A级裁判马明 突然离开本届全英会跳水裁判朱蒂 官方称 原因是因为心脏命请假离开 随后马明对媒体表示 提前离开并不单是身体原因 同时爆出全英跳水金牌 实际是中国跳水掌门人周济红 全部内定 并指出了接下来四枚金牌的获得者 令人震惊的是 随后的比赛结果证实了马明的预言 事件发生后 面对媒体质疑 铁外娘子周济红给出的回复是 没根据很正常 北京台报道 巴西里约热内卢贩毒集团之间发生大规模枪战 警方一架直升机被击中爆炸 两警员殉职 500人聚集大桥 体验275米自由落体乐趣 富士尼 富士尼